大家好 我是李医生 随着大家对健康的重视和体检手段的全面化 越来越多的人重视体检 而我们经常可以在体检报告单上看到囊肿两个字 由于囊肿和肿瘤仅是一次之差 很多人就会将它与肿瘤挂钩 那到底囊肿需不需要治呢 今天李医生就为你们分析一下 囊肿其实像一个水气球 外面裹着一层囊壁形似薄膜 其内容物是囊液 绝大部分是无菌液体以及其他的组织成分 大多数囊肿是与遗传内分泌 包括环境 心理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囊肿一般不会变成癌 但它是否会对人体造成不适和危害 主要是看它的部位 大小 对周围组织器官的功能 影响是否存在 包括感染等等种并发症 囊肿大多会出现在肝脏 肾脏 包括卵巢 甲状腺这些部位 如果说囊肿出现在肝脏 大多数一到两厘米 并没有引起任何症状 无需特殊处理 定期的必超随访 囊肿的情况 小囊肿的一年复杀一次 大囊肿可以半年复杀一次 如果囊肿在肾脏 一般如果直径小于5厘米 多数无需特殊的治疗 建议每半年到一年 监测它的体积变化就可以了 如果出没在暖潮 没有半发盆腔基液 血清肿瘤标志物正常的患者 大多考虑是两性 可以进一步复杀 暂时不需要进一步处理 即便是大多数的囊肿 不需要特殊治疗 但是如果直径大于5厘米 对周围组织有压迫症状的囊肿 还是要前往专科医院就诊 如果说囊肿直径超过10厘米 并且有并发症出现 就可能需要手术治疗了 好了我们这期的健康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